2001年,一篇名为《赤兔之死》的满分作文横空出世,同时也将这个18岁的作者蒋新杰推向大众视野。 他不仅是高考满分第一人,也是真正意义上用一篇作文改变命运的人。 成绩并不突出的蒋新杰因为这篇神作被211大学破格录取。 可能当时那个人如果没有写这篇作文,他可能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他可能现在学计算机以后,我猜他可能是一个程序员,也可能在中文村卖电脑。 每年的高考除了那些一招成名的状元备受关注外,还有一件事会引起关注,那就是高考的满分作文。 2001年的高考结束后,蒋新杰回家对妈妈自信地说,这两天你们要注意一下报纸,我的作文会上报。 最近的报纸,因为我们那儿的习惯就是说那个作文出来以后好作文会登在报纸上,我说我写的是什么,看一看,明会是高分的。 蒋新杰的自信不是盲目的,果然不久报纸上就登出了蒋新杰的作文《赤兔之死》,这是一篇真正的考场满分作文。 相比于某些无可考证的高分作文,这一篇是真正的得到了官方的认证,并刊发于养子晚报的考场范文。 之后虽然也涌现出许多文采非然的满分作文,却无出其诱,只能望其向北。 这篇赤兔之死,至今依然是盘点高考满分作文之罪,2010年蒋新杰这个名字再次引发了关注,这一次还是一篇文章,名为《围剿敌沟游》。 作者仍是蒋新杰,他成为记者揭开了低沟游事件的序幕,更引起全国范围针对诚信的讨论。 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写出满分神作的18岁少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记者,如今怎么样了? 他已经步入中年40岁了,他的人生比作文还精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经历。 蒋新杰是江苏人,1983年生于南京一户普通市民家庭,由外公外婆带大,外公喜欢听评书,从小蒋新杰就跟着外公听《水浒传》《三国演义》。 上学以后他最喜欢的学科也是语文,尤其是古典文学,一些连语文老师都不是很了解的相关典故,他却能将前后情节,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 他可以随时随地背诵出《水浒传》108奖中每一个人的试迹和绰号,也对随堂演绎中各英雄人物以及兵器如数加珍。 可蒋新杰除了语文好,其他的科目成绩都很一般,别的科目老师在讲课,他总开小差,偷偷把自己爱看的书拿出来,藏在课本下面阅读。 家长老师为此没少批评他,高中毕竟是应试教育,唯分数论,班主任曾直接了当地对他说,你整天看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书有什么用,高考又不会考这一些,你还是多读一些高考会考的东西吧。 蒋新杰在高中选择理科,他的表现岌岌无名,他并不是学霸,只是同学眼中一个喜欢看贤淑的普通人。 到2001年,真正临近高考时,蒋新杰也是感到一丝慌乱,最后一次摸底考试也没能考出理想成绩。 7月份终于来到,蒋新杰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硬着头皮上了高考考场。 对于这一次高考,蒋新杰心中并没有太多把握,但不得不占。 首占语文,蒋新杰拿到试卷,便看到了试卷最后那个以诚信为主题的作文。 他很快联想到了赤兔马,他熟悉三国演义。 在三国演义中,赤兔马在关于死后,不吃不喝绝食而亡,联系作文主题诚信。 赤兔马为诚信隐身的作文雏心形成,蒋新杰立即动笔,文思全涌。 前后不到50分钟,他就用文言文完成了赤兔真死。 赤兔马契约,吴朝文不使周素之博矣,书其之高矣,欲可遂而不可允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结。 是为知己而死,仍因诚信而存,无安肯食无素而苟活于世间,焉霸伏地而亡。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这个之前我从来没用这样的文体写过文章,在这个之后也从,也再也没有,所以就只有这一篇。 当时间考老师就注意到,他用文言文写作,就好奇地多看了一眼,之后老师频频驻足欣赏这篇佳作。 通常情况下,监考老师在你身边一直站着,是一件非常让考生发毛的事情。 但这不但没有让蒋星杰分心,而且他意识到这篇文章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那么一定也会引起乐卷老师的注意。 时间一到,蒋星杰自信满满地交了卷,而且回家叫父母注意看报,自己的作文会登报。 我写了一篇很牛的作文,请你这两天买当地的报纸,说肯定有我的那篇。 果然,他的这篇作文在语文乐卷组炸开了锅。 乐卷老师在读到赤兔之死后,以时间敬畏天人,相互传看,纷纷赞叹不已。 三国演艺原文就一句,大意就是关羽死了,然后赤兔马爵尸而死。 考生在尊重援助的基础上加上了个人杜撰,引经据典,旁征博引。 通篇古白画文,站在赤兔角度,通过描写他三次易主的经历,凸显关羽的中意诚信。 古典文学功底可见一斑,出众的文采和深刻的利益, 乐卷老师毫不犹豫打出了58分的高分,之所以扣掉两分是出于谨慎起见, 因为文章用的是古白画,属于语文高考作文史上的第一次。 乐卷老师随后将蒋新杰的作文上报给了乐卷组组长,组长立即召开会议, 经过集体讨论,决定不以文体为由扣分,赤兔之死由此得到了60分的满分。 一边古白画的高考满分作文显然极具话题性,高考结果公布那课, 许多的报纸杂志便争相对赤兔之死进行了刊载,赤兔之死成为最后一届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罕见的满分作文。 18岁的蒋新杰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当年大多数学生肯定都在心里震惊过, 高考作文还能这么写,但我写不出来。 这篇满分作文引起全国学习古典文学热, 这之后也有许多考生用文言文,还有人用甲骨文作文,但效果和成绩都不如蒋新杰。 虽然蒋新杰作文满分,但别的科目考的都不好,他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计算机系, 可最终高考成绩为527分,为达省一本线。 南京师范大学西财,破格将他录取,赤兔之死成功为蒋新杰带来了命运的转变, 老师家长都没有想到他们叫这个孩子不要读的贤书会有一天改变了这个孩子的命运。 蒋新杰进入南京师范大学后,气力从文,选择读新闻。 2005年,蒋新杰毕业,进入中国青年报,当了一名记者。 2010年,一个从来没听说过的词,地沟油,突然出现在大家的口中, 成为餐桌上最关注的话题热点。 全国开始轰轰烈烈地整治地沟油运动,央视也播出了专题节目,地沟油依然在定下。 这次活动的缘由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围剿地沟油》的调查报告。 作者正是蒋新杰。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城市下水道成为一些人发财致富的渠道。 在文章中,蒋新杰说道,按照比例,人们每吃10顿饭,就有一顿是地沟油做的。 文章一出,举世哗然。 而当时给蒋新杰提供数据的教授架不住种种外在压力,失口否认自己曾提供过数据, 独留下蒋新杰一人为正义单打独斗。 即使孤军奋战,蒋新杰也没有认输,压力越大,步伐越坚定。 一周以后,蒋新杰再次发文,是什么让揭开地沟油盖子的教授改口。 与所有质疑非议和威胁做正面抗争,连续两篇文章将舆论热度炒到最顶峰, 让与之相关的不法商家无处遁形。 蒋新杰引爆了舆论,他本人也无可避免被舆论漩涡纠缠。 在他发文之后,就有人指责围绞地沟油的数据不使,蒋新杰是别有用心, 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人。 更有不法商家私底下给蒋新杰发出死亡威胁,逼迫他改口。 蒋新杰之死的通稿也满天飞,这也足以可见调查记者之艰难。 鲁豫采访时问他,你做这些调查报告会不会有危险? 蒋新杰笑着说,你去搜赤兔之死,后面还有一个词条,蒋新杰之死。 当年在考场上写下那篇《惊世骇俗》作文的少年,成年后进入社会, 用自己的行动对当年高考主题诚信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要做马中赤兔,不做人中吕布。 再之后,蒋新杰又消失在大众事业中。 2016年,他从报社辞职加入了阿里巴巴,他再次露面,身份已不再是记者,而是成为了天猫的公关总监。 到2018年,人们又发现蒋新杰现身天猫双十一晚会现场,身份是双十一的代言人。 又过不久,蒋新杰身份再次变换,成为了银泰商业助理总裁。 回顾蒋新杰的人生,从热爱古典文学,高考写出满分作文的奇才考生,到成为记者,不畏危险,曝光地沟油肮脏产业链,再到投身商业。 他曾勇敢揭露社会的黑幕,但可能意识到,这份存在千年的浊气,不是如他这般的不一才子,朝夕之间就能够清楚的。 或许他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选择转行。 如今蒋新杰身上的高考满分作文光环渐渐营去了,可他的文化底蕴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轻易褪去。 这里是有耳工作室,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